向来相当沉默寡言的大马男双苏维一 竟然发文怒批世界雨连的发球裁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马男双谢霆锋苏维一在韩国公开赛16强 对战日本的松居桂围郎竹内一线 双方一直都打得难分难解 苏维一也有好几个发球被发球裁判判定发球过高 不过激怒苏维一的火点来了 在决胜局相当关键的这个时候 日本队的松居桂围郎 似乎在球发出去之前一线一动 不过发球裁判无动于衷 谢苏为此感到纷纷不平 不过现场球迷比他们还更激动 我们再回放慢动作来看一下 松居的脚似乎在球被发出去之前 又稍微提了起来 根据发球规则 发球过程中 双脚均不能踩线 离开地面或移动 照这么说来看 松居这个发球应该不算合格哦 不过日本队看起来在第一局 其实已有出现这样的发球为例的情况 这一球可以更明显的看见 松居发球的问题 但是当时也一样没有背叛犯规 我们来仔细的回看慢动作 羽毛球还没被寄出去之前 松居的脚已经开始离地了 而这场比赛的最后是以 苏维一一个发球失误来结束 苏维一赛后也忍不住在IG上 发了先动表示不满发球裁判的水族 并质疑发球裁判针对大马球员 不过相信了解世界语连操作的朋友们 知道一般这种胜疏是不会有结果的吧 你们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呢 以你们犀利的眼睛观察 你们觉得日本对发球 确确实实犯规了吗 欢迎在底下分享你们的见解哦 感谢观看